我要去日本 不 你到苏联更安全些 这位末代皇帝万万没想到 自己梦寐以求的皇帝生涯 就在这一刻彻底结束 而在看到苏联红军时 溥仪反倒没有了逃亡时的提心吊胆 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和苏联没有深仇大恨 苏军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只要没有落入中国军队的手里 他已经是万幸了 毕竟溥仪在维满洲国做了十多年的皇帝 帮助日本人这一事实罪责难逃 被押到苏联后溥仪并没有受到什么威胁 反而享受了一定条件的优待 不仅和维满洲的大臣们关押在一起 还享受着和苏联军官同样的待遇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没有维持多久 一年后两名苏联军官闯进他的房间 告诉了溥仪一个无比震惊的消息 我代表苏联政府通知你 出席日本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军事法庭是审判吗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临 溥仪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然而军事法庭是他逃不过的一道坎 但他出庭的身份不是汉奸 而是指控日军行进的证人 此话一出溥仪松了一口气 跟随苏军走出了战俘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是由中美英法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 要对28名日本战犯进行指控 其中包括918事变主谋之一的土匪原贤二 然而开庭后日本战犯一言不发 再加上日军在投降前毁掉了大量侵华证据 导致了审判一旦陷入僵局 直到溥仪作为证人出现在了现场 这才让判决迎来了新的转机 溥仪出现立马引起全场的骚动 对于这种情况溥仪丝毫没有怯场 毕生硬气地坐在证人椅上 庞佛身下的位置还是他的龙椅 审判开始后 检察长向溥仪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要溥仪阐述自己的经历 我是1906年生在北京 名字叫溥仪 爱心觉罗溥仪 在1909年出任中国皇帝的这个地位 此话一出场下顿时一片嘲笑 溥仪并没有被这些所影响 从容地讲述自己是如何被赶出皇宫 又是如何在天津入主 直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日本用武力占领了东三省 检察官发现了问题的关键 询问他是不是自愿从天津前往东北 溥仪当然不会承认 他解释称当时天津发生了很多变化 国民党不停地威胁着他的生命安全 是日本人劝他到吕顺去 听闻此检察官询问他当时有没有拒绝 出于我的本心 我是想拒绝的 一则 板员用武力相威胁 二则我的顾问们 用我生命危险为理由劝说我 何况在当时 那么多民主国家 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 我有什么能力单独抵抗他们呢 实在是不得已 我屈服了 溥仪知道自己的回答 与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以他尽可能地将一切责任 全都推到日本身上 而且还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形象 情绪激动地控诉着日方对他的伤害 说到此处溥仪一度哽咽 如此反应也让在场众人纷纷有些幸福 所谓自由啊 十几年来跟我毫无关系 人们给我的信件得由日系官员收去 北平的亲属来 来给我坐手 不许见面 连我给祖宗上坟也被禁止了 溥仪言辞激烈悲痛万分 仿佛在这场战争中 他才是十足的被害者 紧接着溥仪讲述起自己之所以成立为满洲国 是在日本人的逼迫下进行的 而他也不忍心看到中国百姓被日本欺凌 这才表面顺从日本人 实际上是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 在背地里筹集军队从而抗击日本人 台下众人听到这番言辞瞬间一片哗然 可就在所有人纷纷开始同情溥仪之时 日本方面的辩护律师拿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 正是溥仪去东北前向日本人写的信件 信中明确表明他想要同日本人合作 从而达到复辟大清的目的眼见谎言即将被戳穿 溥仪立马起声称这封信是假的 溥仪不愧是装糊涂大师 在听到对方的质问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力争自己的清白 而是将问题推给对方 让对方拿出证据表明这封信是他写的 毕竟当时没有监控没有指纹对比 单凭一张纸并不能说明什么 之后无论对方再拿出什么样的证据 溥仪一概表明那是假的 对方律师明知证据已然没用 开始用言语攻击溥仪的要害 证人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 可是你和日本人是通矛盾 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有通敌 利敌行为的人吗 被中国军队抓走 正是溥仪最担忧的事情 但此时的他不能暴露任何一丝不安情绪 依旧表面平静地撇清自己的责任 于是在溥仪的一番诡辩下 这场军事审判在溥仪的加持下大获全胜 而溥仪又继续被苏联军队接走 重新回到西伯利亚挖土豆 此时国内正进行着最后的战争 溥仪则作为人质被苏军看管起来 在这里溥仪仍然享受着军官般的待遇 整日吃喝玩乐乐在其中 很快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天成立 得知此消息的溥仪却变得忧心忡忡 其中一个为满大臣提议发电文祝贺 无论他们会不会被钉嘴 先向新中国服个软再说 一旁的溥仪坚决不认同 此时的他们只不过是没用的俘虏 趁着新中国还没找他们算账 还不如当个缩头乌龟在此处狗活 大臣们听此也纷纷表示了认同 可即便他们再怎么装死 意外还是来临了 此话一出溥仪一行人瞬间面露土色 毕竟他们都是同日本建立为满洲国的前朝余孽 回到祖国不知道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于是大臣慌乱的找溥仪商量对策 而溥仪连自己都顾不上了 他慌张的拿出自己的箱子 里面竟是些从紫禁城带出来的宝贝 随后溥仪坐在桌子前 向斯大林发出了要求永远留在苏联的信件 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用处 命运还是让他坐上了回到中国的列车 由于溥仪身份的特殊性 他被安排在了单独的车厢里 可对前方未知的恐慌让溥仪久久无法入眠 他的心底由于有一颗石头压的他喘不过气 望着窗外快速变动的景色 他竟觉得自己离死已经不远了 列车长看出了他的心思 给他倒了一杯酒 并安慰他不要紧张 可溥仪双腿打颤询问到了什么地方 列车长告诉他天一亮就到了中国境内 这句话在溥仪看来就是宣判死期 他顿时紧张起来向列车长发出请求 大卫先生 我不回去 我喜欢喜伯利亚 我愿意留在伟大的苏联 我愿意吃你们的黑脸吧 什么 你说什么 看溥仪心惊胆战的样子 列车长给他排除心中的忧虑 溥仪先生 你不要把新中国想得太可怕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非常文明的 你这么紧张怎么行啊 你有好几个晚上没合眼了 睡一会儿吧 随着太阳的光线照进车厢 这些围满大臣们开始惊慌失措 庞佛火车到战就是他们的死期 他们纷纷跪地哀求溥仪想个办法 可溥仪的内心同样坠坠不安 因为他清楚每当新旧政权交替时 他们这类人从来不会有好下场 随着火车开始减速 外面持枪的战士的面孔越来越清晰 众人的心也越来越紧 很快身着军中的代表走进车厢开始讲话 没有凶狠的士兵和兵粮的手扣 这让众人着实有些摸不着头脑 而对方礼貌地一句欢迎回家 更让这群老骨头们无所适从 可溥仪毕竟是皇帝 无论何时也要撑得住场面 他立马里了礼衣服 带头走出了车厢 看着外面鲜红的国旗和整旗的士兵 溥仪内心犹如走向刑场般坚定 此时苏联军队已经和中国军队进行交接一事 在念到溥仪的名字时 溥仪下意识地抬起手臂等待手铐 可没曾想对方只是微微一笑 念出了下一个人的名字 这让溥仪有些纳闷 不停地回头望向那些军官们 他没想到这个新中国会这样对待他 悬着几天的心终于落了地 可几天没合眼的他在上车时 脚下一软摔倒在了台阶前 好在一旁的士兵将他搀扶着上了车 这一次溥仪坐在座位上很快便睡着了 不料半夜火车突然停止 再次回到熟悉的维满洲国 这次溥仪的心境却大不一样 很快两名解放军战时上了车 溥仪以为今晚就是他的死期 沉默地站起来闭上了双眼 然后和身边的旧臣们交代后事 下车后军队给美人发了咸鸭蛋和馒头 溥仪却觉得这一定是崔明燕 捧在手里久久没有吃 你们怎么多不吃啊 咱们吃完好上路啊 你老看着我干什么 快吃啊 拿酒来 拿酒来 吃完好上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